在今天早上发生了瑞士规模7.2的地震 各地都摇晃得非常的剧烈 尤其在早上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通勤时间 所以很多人有人在搭捷运 在搭高铁甚至是台铁的都有 都非常的惊吓 因为可以看到在路上很多的汽车 还有低车全部在桥上是被震到一个步行 当时所有的车都不知道应该要往前还是往后 每个民众真的都是非常的惊吓 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面也有一样的一个情况 而目前在各地的交通状况为您通整 在高铁的部分在第一时间 其实很多区域内的列车都先暂停 而也有民众拍下了高铁刚进站 晃到全车断电的一个状况 而高铁公司也说明在南港到台南之间 一旦有地震侧警告警动作的时候 就会把列车做暂停的动作 而另外高铁也宣布 因为在今天很多的列车有受到影响的状况 所以他另外就规划了八班的自由座列车 从南港到左营都会有自由座列车来输运旅客 而另外可以看到目前的画面 就是这个在北节文湖县的画面 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是紧抓着这个栏杆还有扶手 每个人甚至是还有这个旅客有尖叫直接蹲了下来 因为这个晃动的程度实在是非常大 而且又是在列车的行驶当中 所以所有的旅客其实都精光失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画面可以看到 是在文湖县的高架的部分 所有这个蹲驻加上这个列车 其实都是摇晃的非常的剧烈 所有人都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要倒掉了 但是目前是没有传出任何的灾情的 而台北节运公司也回报了 在行控中心第一时间就已经下达了 包括在文湖县的全线列车都有暂停 越台还有停车的指令都已经通知了 而且也通知了各维修的单位前往检视设备 总共有51步的列车 还有21步的列车停在站间 目前都已经成功的出散旅客 而且他们当时第一时间的时候 就有宣布说全线停时 40到60分钟进行安全检查 而目前在9点02分的时候 包括高运量的各个路线 其实都已经恢复了正常营运 在9点58分的时候 在稍早看到了文湖县的 这个非常剧烈摇晃的画面 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转了 而另外像是在环状线的部分 其实在今天也传出一度 是在板心上还有中原站之间 疑似是有轨道位移的事情 有传出来 不过目前网络上面有说 有可能是原本轨道的样子 就长这样子 其实是没有位移的状况 稍待一会儿 新北捷运的局长 也会出来做一个说明 而在当时这个新北环状线 也是当时出占旅客 并且检查全线的设施设备 暂停营运大概40到60分钟的时间 而目前的营运状况 他们稍待一会儿 也会来出面统一的说明 而最后再带您了解到 台铁公司的部分 他们在地震的当下 在8点10分左右 就成立了一级的紧急应变小组 而且由总经理来统一指挥 不过目前在台铁的部分 这个礁溪到凤林 是全面停止的状况 因为它这个路线当中 有一些落实等等的状况 所以必须要寻间轨道 等确定全部都安全了之后 才有办法全部的复始 而最后在公路局的方面 也应应了花莲强证 目前已经成立了应变小组 各地方的所有资讯 在官方网站都会有最新的说明 以上是目前讲到这些情况 我先听到 再换你